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班每一次的分布状况都不太一致 但是已经有比较进步一点点 因为之前的高阶、进阶跟入门大概是三分天下的状态 现在看起来好像高阶的同学似乎是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选高阶的同学的话 那大概表示你程度相对是比较好的 如果你今天主要我是比较担心的是 如果你是选入门的同学的话 那可能你就要有一点点的心理准备了 因为大部分同学就是有一定的底子基础才来上课 所以可以 但是我讲过来我会把影片录下来 如果你们可以斟酌一下 如果你愿意多花比别人还要多的时间去学习的话 那我想你可以评估一下 是不是假如说可以跟得上的话 那基本上也许你可以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学习 有问题的话当然也可以再提出来 OK 那另外的话进阶的部分可能也是如果比起来的话 可能要再更多一点点努力 OK 如果你是选进阶的话 那如果你高阶假设同学有些同学程度比较好的话 那当然我会把就是大部分的资料都已经放云端上 所以如果你想要再往前多学习一些些的话 那你可以先去看一下之后的讲义 然后可以把之后的问题也许可以先试做看看 大概是这样 所以因为我第一堂三个最怕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的程度落在哪里 就像说一场战争一样 我根本不知道敌人到底是强还是弱 对不对 有时候怕说 有时候其实敌人是虚张声势 好像他把自己弄得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其实原来是一只只老虎 对 可能是这种情况 也有一种情况是伴猪吃老虎 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还是尽量低调一点点 OK 而且最近其实有一些症状 好像有那种风雨欲来的那种感觉 有没有 就是那个两大的强夺 有没有 那我们刚好夹在中间 对 那之后的话 我过去看看自己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最近好像有那种 而且最近那个黄金交易价钱 已经是历年来的新高 那如果黄金会这么贵 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征兆的 OK 自己再去看 我就不要讲太多 我们讲 好 所以有时候你们可以去看一些那个历年 那大数据分析有时候可以稍微 再来的话呢 最希望学的部分以哪问为主 最多是这个爬虫会讲 大家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按部就班 爬虫的话你必须把前面所有东西都学会之后 你才有办法使用到爬虫 OK 因为前面部分至少你基本的回圈 基本的那些逻辑判断 还有那个像串列的形态 字典等等的可能都要先学会之后 才有办法到这边 所以我们按部就要 这个后面会讲到 再来的话呢 可能同学比较有兴趣的是 Python做档案处理 跟资料固 这个也是我们的重点 所以这两者应该是一定会讲到 不过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循序渐进 所以这个可能会是 是 选课动机 大部分同学都自我成长 想要多学一点 其他的话就兴趣 OK 大部分业务需求好像比较小一些些 那当然 如果选自我成长 其实当然也是对的 因为现在你职场上面 假设不会用这些东西的话 真的会做到死 还做不完 而且老板也被一直问你说 你东西什么时候会给我 报表什么时候给我 你还在一直在那边慢慢摸 因为说真的 资料量太多了 你永远做不完 而且它产生的速度 可能你还没做完 又有新的资料出来 那怎么办 你永远都没有做完这一天 为什么 那如果用程式来做 程式的优点是说 他有个最大的专长 就是他处理重复性质的资料 非常快速 一下子几千万笔 一下OK了 做完了 报表也出来了 但如果你用人工来做 无法估算时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完 那像目前看到的这些data太多了 除非说你们公司就只能处理小量资料而已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样的公司应该慢慢会消失吧 我在想 因为没有竞争力吧 对 OK 所以这个大概也是趋势所在 好 所以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第一个 我们要先知道大家的程度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请各位就是要连到 那个我们的第二个 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 这个连 第一个 待会第一阶段 安装环境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做练习之前 请你把什么呢 上面有个叫懒人包的东西 懒人包里面的话 主要呢 我们需要哪一个东西呢 其实这边上面好几个版本 因为现在电脑都是64位元的 所以 如果假设你的电脑 还在Windows 7 Windows 7有64跟32 那你可能还可以用32位元这一个 但如果你现在用的版本 记得就是用什么 用这个 Eclipse的Python 2019 OK 那如果你要最新的话 这边有个news 有没有 这边还有个 Python 2020 不过 我是建议 目前上课你就用2019好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你想说两个版本怎么差别 就是一个是2019 一个是2020 差异性其实蛮小的 那只是说 我觉得 有的时候其实 最新的东西 不见得是最稳定 所以有的时候 我是建议干脆你就用 也许试一个版本 最新的也许等到人家试没有问题 我们再用 OK 不过我有放 假设你要用最新的也无所谓 OK 另外的话 这边有个叫Python 374 那最重要是这两个东西 Python的2019 跟Python的374 这两个东西 OK 那这两个东西 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说 将来的话 你只要把它下载下来 解压缩 因为这个是免安装的 直接放在哪里呢 放在你的C碟或D碟的根目底下 OK 然后呢 因为它压缩 你把它解压缩之后 那就可以使用这个Python的环境了 因为里面我已经帮各位设定好了啦 那当然 这两个解压缩 待会怎么做 我会跟各位讲 但是 因为你们现在用的电脑 基本上 之前上课都已经有 之前几期的学员已经都下载了 而且甚至已经有了 如果有的话 也许你就暂时先不要下载 为什么 因为大家一起下载 可能会塞车 平宽不足的问题 那 所以说呢 这个大概就是你回家 有没有 用回到家 你想要 再试一下的话 那你可以用再去下载 特别说回去可能 环境再自己再把它架设一次 那我大概说明一下 一 就是这个环境 把它下载 下载的方式非常简单 其实按右键 它就有个下载 有没有 这个是Google的云端 那这边有一个下载 把这两个下载 下载完之后的话 理论上会放在哪里呢 会放在我们的那个 下载区里面吧 可能将来会放在 下载区里面有两个档案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 把这两个档案 再把它搬到哪里 搬到我们的 我是搬到C 因为我们这一边的电脑 它没有低跌 所以我这边已经有放了一个 这个 Python 374 有没有 就刚刚那个云端上面 的这个 这个东西 这里 然后下载之后把它放过去 然后另外的话呢 有个 Eclipse Python 2019 其实就在我根部屋这里 那我要怎么去使用它 特别注意 这个我先把这个删掉 因为它解压缩之后 它会帮我产生这个 叫Eclipse Python的目录 那我就先把它这个砍掉一下 因为重新做过 那特别注意 这个环境的好处 就是说它免安装 你只要把它下载之后 放在你的C碟 但如果你有D碟 我建议你就放D碟 也没关系 反正根部屋底下 然后你只要做一些按右键 解压缩 解压缩致死就可以 OK 把它解压缩 这样就OK了 解出来就可以了 解出来按右键 解压缩致死 OK 然后呢 按4就好了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Python的374 这个也是要按右键 把它解压缩致死就好 两个都做一样的事情 那解出来之后的话 它要跑一下下时间 你会发现 只要你不要解不完整 不要说解到一半 有些档案没解成功 那当然它执行就出错了 OK 那所以呢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使用它 打开点两下 有没有 那因为这一个Eclipse 是免安装的 所以不用安装 OK 那可是我要怎么执行 你可以看到这边 有一个Eclipse 就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打开来 就可以了 可能就会有同学问说 老师为什么这么麻烦 那个像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VBA 假设我要写那个所谓的VBA的话 直接打开Excel 然后Excel里面有开发人员 这边就有Visual Basic 有没有 然后就直接可以在这边写 开始写很愉快的写程式了 如果你要新增一个模组就可以写了 有没有 但问题 Python好像没有这么简单 为什么还要再下载那一堆 我刚刚跟各位解释过了 这个是付费软体 而且现在新的版本叫Office 365 什么叫Office 365呢 就是365天再收一次钱 没有我开玩笑的 因为它现在是每一年都要授权一次 所以 所以叫Office 365 所以最近的微软的股价一直在涨 可能就是这种策略吧 好好赚 每一年都在收一次钱 那可是问题来了 Python它没有收你半毛钱 所以变成你要用什么 所谓的自己DIY DIY其实也非常麻烦 所以我有大部分部分已经帮各位 先准备好一些食材了 但是你还是要稍微动手一下 所以你们要点心理准备 所以环境设置跟VBA比起来 那真的是有点小麻烦 但是也不是说完全都那么复杂 所以等一下你们先检查一下 在你的C别底下 有没有这个东西 另外还有应该理论上都有 另外还有一个叫什么 Python的374 有没有 不过还有其他版本 我们大概就找到这个 这个是Python的韩式库的路径 那Eclipse Python是我们要写程式的那个环境 环境的话是在 它那个名称叫做 这个Eclipse Python 我们在摄影 Eclipse Eclipse 然后底线Python 这个是我们写程式的路径 OK 那待会的话我会介绍就是说 那 假设我两个都有的话 那我怎么样去使用它来写一点程式 OK 所以请各位先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先稍微看一下 你的C别 因为这边没有D别 你的C别底下 有没有这两个目录 如果有的话呢 那你就不需要再去下载了 或者是说如果你假设你的C别底下没有Eclipse 没有那个Python370 但是有Python的什么3732 或者3632 也没关系也可以 这几个都可以 只要是Python开头的 都是Python的韩式库 只是说版本的新跟旧 那以目前我们入门的课程里面 基本上用哪个版本都可以 因为基本上基本的功能都没有太大差异 OK 所以大概知道一下 那待会的话 第一步 我们会先确定 有没有这个环境 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再去把它下载 放在C别解压说 如果有的话 你就先用旧的好了 不然我怕每个人如果一起去下载 那就会有塞车的问题 OK 可能第一堂课设定的目标就是 把环境先弄好 并且开始写一些简单的Python程式 今天的目标大概是这样子 你们回家的练习就是 再把这个环境重新再Run 起来 然后也可以在家里 把一些简单的程式也把它写出来 把它设定一个目标 然后下个礼拜的话 就是再继续写更复杂的程式 所以反正慢慢就叠上去 叠上去 按部就班 OK 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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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